然後幾個他比較熟的 然後最近又 最近好像加了那個 Party也加進來了 對阿 然後你就會 我就有時候會看到那個SAR 就是打到一半 然後就看一下那個SKY 然後一直笑 一直笑 一直傻笑 然後一直傻笑 我不知道可能 可能 可能 胎夾爸跟他說什麼 他們都講韓語阿 當然都講韓語阿 但是是打那個阿 打韓文阿 他們有沒有說什麼 他當然不會看著SKY 然後 就講韓語阿 這樣也莫名其妙 他又沒有跟他們講話 應該不會看著SKY 然後突然打出I love you阿 有搞不好 他只是要用那個韓文講 喔 阿韓文叫什麼 傻人黑幼 是嗎 是傻人黑幼阿 唉唷不錯你居然會知道 那個韓文的I love you 那你知道韓文的卡斯丁狗怎麼講嗎 卡斯丁狗 不是 卡斯丁狗 欸不是 是卡斯丁狗 卡斯丁狗 有沒有很像韓文 卡斯丁狗 那一個是很白色 好馬上進入第二場比賽 目前是由胎甲1-0領先 1-0 Revival Revival 現在看到第二張地圖是 冰霜之地 Revival選擇了冰霜之地 好來介紹一下 ZOE的Miko滑鼠 等一下你先爆一下點位好了 我先跟你畫面 哦 我爆嗎 好 在地圖 七眼中方向的紅色人類玩家 是來自 VQ的太賈 他們上次有這個 Hyper HyperX 應該是這樣唸吧 讚住 對 HyperX 好 在地圖五眼中方向的藍色重組 玩家是 Revival 他用條碼的 我差點唸成 欸欸欸欸欸欸 你是說你的那個灰 欸欸欸欸 我可以跟一下 我可以 我先跟一下你的畫面 欸 誰的 跟你的 你是這個吧 你的畫面怎麼歪歪的 我的喔 我先跟一下你的畫面 好 就是 我介紹一下我現在在用的這隻滑鼠 它是那個ROE的Miko滑鼠 這隻滑鼠是與韓國Startail 合作開發 外型 微動開關 由職業選手認可 曾經推出那個ST、KT戰隊版 ST就是你知道那個ST就是LIVE的那個戰隊 然後KT就是那個 那個 教主的那個戰隊 然後還有GSO版本 那我是他用的那個是 是KT版本 對啊 因為我感覺拿了以後就會變成跟教主一樣強 喔 我也常有這種充足 感覺啊 對啊 自從用這滑鼠以後我就上中師了 這真的是蠻厲害 有那種特別的功效 對啊 然後它 它有特殊的一倍、兩倍、四倍、八倍 對就是那個DPI DPI速度 可以 這個是那個 它的另外一個鍵盤 我實在用這個鍵盤是那個 Kleritas 鍵盤 ROID 然後這是與教主 合作開發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開關 是其他鍵盤沒有 就是它可以 設定一倍數、兩倍數、四倍數、八倍數 也就是說你 按一下力 你可能原本是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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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 它可能會變成 好像沒有比較快喔 所以它會按的真的超級快 就是會有這個功能 好 這是我目前在用的這兩個配備 好 這張圖TPD你覺得有沒有哪一方比較有優勢啊 畢竟是Revival選的 難道對充足比較有優勢嗎 誒我切你畫面 因為我的設定沒有調好 所以我現在畫面會很難挑 好 好 好 這一張地圖既然是異形選的 那怎麼可能會對人類有優勢呢 所以你在打的時候也是覺得 這張圖對重組是比較有優勢的 其實還好 這張地圖好像人類勝率高一點點 對啊 雖然詳細情情我不知道 可能一直會挑到很近的點位吧 他們現在的點位就是近點 原點的話應該是重組是稍微佔優勢的吧 原點重組會比較好打一點 對 因為進攻的點多了一點 然後人族防守的點廣了一點 就會變得有點難打 不過看到現在胎甲做了一個裸霜的開局 那因為是四人點位 哇這個胎甲他 裸3 裸3 各位觀眾 我是裸3 就剛好他是第一點探到 所以他也知道胎甲的意圖 沒有第二點 第一點是往上飛 不過第二點已經夠了 已經看到3個礦了 那你如果重組遇到這種開局的話 他要怎麼辦比較好 看到人類已經裸3他又打不下他 我是很希望那個重組可以直接打GG 喔 但是我覺得好像有點沒辦法 所以人類大U嗎 我希望重組都幫我先打GG 是這樣嗎 所以人類裸3優勢真的非常大嗎 打重組的時候 那裸3又是其實沒有很大 那為什麼他選擇裸3 因為異形看到這種東西 基本上我就是狂偷 對 狂偷 我就是不要下 我也不要下瓦了 我就是三礦阿 呃 就是停瓦 喔他下毒爆草 而且他刪了狗的速度 他是要打一波 對 他現在 因為很早就看到了 對 很早就看到了 因為裸3真的有點不太能忍 要嘛就是很偷很偷 要嘛就是狂打你 喔 對 大概就是這兩種 但我比較遇到不得 不太打我的人 喔大部分都是你 如果裸3的話 他們可能就是 一樣就是跟著偷 對沒有錯 因為畢竟裸3在沒有死神的情況下 我的偵察是比較有點弱的 可是他一家 他現在打的又比較全防 因為 他在這也知道 欸你這麼快偵察到我 你很有可能打我 我在還沒有防你的情況下 我就先蓋好兩個刁寶 基本上兩個刁寶可以擋非常多的東西 那像 那像胎甲他這樣子 就是裸3之後 然後直接下軍工廠 就正常了嗎 裸3之後 喔他是 三放了之後 然後下雙瓦 然後再下軍工廠 對這是正常的嗎 我覺得怎麼感覺好 雖然很偷 很偷啊 只要是直接裸3就是很偷 那他又蓋了重工廠 是正常的嗎 還是他應該是要先多一點兵 他又蓋了重工廠也是很正常的啊 因為他必須要 然後趕快把火車給敗出去 好啊 現在一波直接裝進來 那他這個把他撞爆是正常的嗎 啊 這好像也有一點正常 你說這種死法嗎 中死法 我覺得應該是 欸 但是上面有火車啊 但是不敢上 對不敢上 好啊 可是這樣子太假應該是 烈士了 應該是 看一下死了 10隻的農民 雖然開了三況 但是 還是要看後面的一個交戰 現在Revival 喔他真的是 非常的棄而不捨 看到上一場也是 他雖然供了一波 照理講我應該要發展經濟 可是我再繼續供 可是這樣子 火車已經累積出來 刀了4隻這樣子 真的好嗎 哇被進來了被進來了 進來了 可是上面有兩個掉寶 唉唷 什麼 什麼都沒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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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都沒死欸 他剛剛那一波上來 一隻農都沒殺到 就打了4台火車 把 然後兩個補給站 兩個補給站 加一台火車 有一些打到沒血 好像是這樣 OK 反正就是虧 是不是 優勢又虧回去了 剛剛感覺是大優 欸剛剛感覺是小優 是他感覺是 劣勢阿 你覺得是劣勢嗎 還是差不多 我覺得 Revival的施費施手 是越而越有一個道理存在 喔你說看了剛剛的反應嗎 對 他很喜歡 就是打一打打一打 然後再 說欸這個 我優勢好像多了一點點 給你一些 喔 就是人前流一線的感覺嗎 對啊 每次都很急著往外衝 欸 不過這一匹胎甲 他的女妖已經出來了 可是他並沒有第一時間 他就車回去看了一下 可能是怕對方有沒有再留一匹狗 因為前面被對方看到女妖跟火車了 喔這邊看到胎甲進入一個很不錯的發展節奏 三礦已經開始在開柴了 而且對方只有兩礦 飛躺塔也剛下這一個經濟 這一個經濟 不是很好 看到了飛躺塔 偵查到飛躺塔 對 可能 應該是沒有問題 啊 他剛剛應該是跑得掉的吧 應該是想說 死定了 沒有啦 一台女妖而已 給你給你 所以他也被Revive 他跟Revive學到炫腹流了 炫腹流 我的小朋友盡量不要學那個 說到炫腹流我想到之前胎甲在打 是IEM嗎 就是他 他前期受到一點點小小的虧 他就直接跳 你知道嗎 就打神主 喔你說胎甲嗎 對對對 我有看到他的訪問稿 對啊他是怎麼說 他是說 打神主太難打嗎 不是他就是想要黑皮 然後 他就說 因為我跟神主打了 我虧這樣子 我已經輸了 對 好像是有這種說法 對對對 這是不是太任性的點 就是 如果說假如 你是他的教練的話 你應該會覺得 是不是太任性了 還是你覺得 哎呀支持他 感覺蠻帥的 你是說 我真正他教練的立場 對啊 身為人族的立場 身為人族立場 當然覺得他很棒啊 你一定覺得他帥幣對不對 我 當然啦 大家一起黑皮嘛 反正 一點點 一點點被A了幾隻農 然後就 啊 真的說法太好了 可是他那時候 如果沒有那麼輕言放棄 他搞不好那一次冠軍布丁 好像是 那一次冠軍好像是上吧 沒有沒有沒有 那一次冠軍是誰去了 沒有他他放棄的太正確了 因為他已經小虧了 是不用打 對 對 小虧就不用打 因為他是神主 啊 呃 所以他是做得完全沒錯 對 但是會教練的 冠軍好像是NC啦 好像是NC 你有印象嗎 那一次是NC嗎 好像是NC 好像是NC 打 總冠軍帥吧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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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波 很多張啦 但是 有沒有效果 能不能往前衝 好像 在等毒爆速度 這個人類應該打不贏吧 呃 有 上 高地有一台坦克 但是工兵有一點危險 要看這一波的交換 毒爆 不要被毒爆炸到 一直往後撤 坦克在高地有一台沒有問題 這一波 看另外我敢不敢往上 旁邊還有兩個 有點 喔 對 台甲他現在還有一個特點 他喜歡幹 兩顆蜘蛛蕾 兩顆蜘蛛蕾 然後放在一些 要到嗎 呃 有打蟲組的時候嗎 或者是有的時候 可以發揮好的功效 他就是 兩顆蜘蛛蕾 噢 那他這兩顆蜘蛛蕾 是很早就會做嗎 還是後面的時候 再多做了那兩顆 就是火車之後 然後做了兩顆 對 火車之後做了兩顆 然後就拿來 可能是 補掛劍 或者剩坦克 對 那可能 剛剛有一些細節 可能是台甲有偵查到 很多的蟑螂 所以他出了坦克 基本上沒有蟑螂 是不屬坦克的 直接往火車人 或者 多兵營那邊去做生計 啊 現在看到 因為高比有 塔克水 沒有辦法往上衝 的情況下 胎夾又寄了一坨 不錯的 蜘蛛蜂 出來 蟑螂一直在往後 這個很困 這是要空投嗎 空投了一船 很快 可是這應該是看到了 看到了沒有關係 還沒有飛躺 但是說十匙 那十塊飛躺 好像快要出來了 出來 出來 才剛講 不給面子 所以應該是 鬧不到東西 而且這個醫療亭跑得掉嗎 這個醫療亭 要看那個速度 那個 反應 那一個 好 反應非常快 他覺得這個應該 你知道嗎 不拘小節 這種地方 我們要做的是大事 那個小地方對不對 對啊 還好一船兵而已 對啊 一船兵而已嘛 而且反正你跑不掉 跑得掉嗎 如果理論上 看到飛龍以後再跑 是跑得掉的嗎 啊 理論上是可以的 加速 啊 這有點虧啊 有點小虧 但是還好 我們好多的坦克 反應很多 飛躺也很少 人類不對量很多 所以 完全沒有問題 現在看到 人口的差距來到50 啊 而且還是在一個 很好架坦克的點位 開了況 所以 這一波 有可能就要來 喔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架了以後 人家就下不來了 是這個 是這個 他架那個孔非常的痛苦 有兩個孔 一個是邊邊 邊邊 對 他在三框圈 我看到的畫面 邊邊 只要架在這個地方 或者是這個 要道口 只要 這兩個地方 坦克都會非常的有力 他可以進行 我們在後面速速他 我們恭喜 泰甲 拿到第二勝了 再總結一下剛那場好了 要不要試著總結看看 我嗎 對沒有 說到TPD就絕對是我專業了 首先 泰甲 他不是裸三嗎 然後那個 REVIVAL發現 泰甲裸三以後 他就啊 我受不了我一定要 懲罰你這個偷仔 所以他就做了那個 獨爆寵 還有那個 提速狗 然後就打過去說第一波其實是 效果很好 把那個泰甲三個補給三號碉包炸掉 而且還殺了十隻農民啊 這時候 如果說 REVIVAL 如果說他的心臟夠大顆 那時候 他可能打贏運的話 那時候絕對是 很優勢的 沒有錯 而且那個泰甲的 三礦 我覺得那個三礦太晚發現 可能也是一個原因 就是他有飛出去踩了 然後結果他的選擇不是這樣 他選擇是 啊 我都已經這麼賺了 那我就直接打死你啊 結果他上去的時候 那一波真的是超虧 他說狗和毒爆都送掉 結果炸了一台火車 兩個補給戰 然後工兵 工兵一隻都沒死啊 然後工兵一隻都沒死啊 就完全就虧了 他做兩框 然後泰甲三框 從那邊開始其實 我覺得已經 已經是 可能7382了吧 對 然後後面就 不知道怎麼講 來交給你 後面這種比較簡單 就交給你來講 後面呢就是REVIVAL 他非常的痛苦 想說我應該是輸定了吧 然後泰甲想說 我應該是贏定了吧 然後泰甲就往前 一A 一A 然後就贏了 原來如此啊 真是精闢的解說 這次是不中間賽兵 他在這裡 哈哈哈